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喂!Hello! 歡迎回來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又是我阿死 這兩天相對濕度非常之高 商場地下濕濕濕 認真難受 大家出入小心 因為昨天小弟買外賣回家時 幾乎在茶餐廳煽到混蛋 下馬加上完畢 正式跟大家玩今天要玩的玩具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Max Factory Figma Stylus Figma 497 號 Sailor Alphibody Emily 其實是非常小的 是一個校服的妹妹 原創的角色就叫做Emily 應該配件不多 這隻的Selling Point 這隻的Selling Point 究竟是什麼呢? 當然是布裙 其實Figma 已經開始進入一個 某些服飾是布製的年代 上一隻和大家玩過的沖田總司 我想大家對那件乳跡 都有些印象 是一件全布製的衣服 緊接下來 Max Factory 或者是Good Smile Company 今天出了好幾款 全部都是布製衣裝的Figma 其實之前也有件同精殺冷衣服的製衣製 我覺得那隻很一般 但是呢 今個月出的校服 還有一個是穿那件 類似瘋戴口罩的Figma 都做得挺漂亮的 看看轉了布之後 效果如何 立刻開來和大家玩玩 好 這樣開出來內容就如下 正如那個盒子這麼小 其實拍子不算認真十分之多 有一個本體 另外一個根本用的表情 就是一個苦懷拋衫 那些 有一點點生氣 但有一點點萌萌的表情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 完整一點的腰部的拍子 因為原本這個 其實在腰部上是有條坑的 那就方便穿條裙子 這個其實就被他表達了 除了一條裙露了一條PE 褲出來之後 那個時候用的腰部 有條布製的校裙 那些白摺裙 都挺漂亮的 那些車工 另外就有兩片薩黑片的眼鏡 可以戴上去 有幾款不同的造型 自己可以剪出來玩玩 地台不少得 還有一系列不同的手型 一會兒都會試給大家看 好現在 嘩嘩嘩 穿一條裙子給大家看 現在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figure的正面 是這樣的款式 大家看到這條腰部 其實是開了一條坑的 方便穿條裙子 因為始終一個這麼小的figure 你的裙子又要做到這麼精細 你始終那些甲口位 如果你的腰部是一個完整 沒有粒坑的腰部 就會穿上身後 感覺很闊 很肥 衣服很不適合身 現在雖然犧牲了外觀 但是穿條裙子 會相對地比較好看 這條裙子是魔術貼 看到它的打閘位都做到足 在穿條裙子說一下 今次這隻figure的圓形擔當 就是松田Model的七兵衛老師 其實七兵衛老師 都幫Guzmao Company 做了很多黏土人的公仔 所以一看下去 整隻東西是很有Guzmao Company的味道 穿好裙子 近一點看看它的樣子 作為原創角色來說 我覺得它的樣子挺甜美 也挺討好的 一些硬的拍子方面 那件校服 胸口的袋子 都是做到出來的 大家看到 因為腰部開了一條坑 所以穿了裙子之後 感覺都不會太過泡 不會太過鬆身 看起來都是FIT身的 我的魔術貼得不太好 大家自己可以穿一袖 貼好一點 我穿得這麼厲害 大概是這樣 對鞋子 就穿了一對運動鞋 但這次運動鞋的賞色 我覺得有少少盧貓少數 感覺大概是這樣 不如現在戴上眼鏡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 由舌刻片製作的眼鏡 一共有三個不同的形狀 其實很細膽 自己找剪鉗 剪到頭尾兩項再拿出來 一共有兩塊 兩塊的形狀是一樣 我隨便剪了一個 比較普通的形狀 就出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個舌刻片的眼鏡 其實之前FITBAR147號 說很多隻之前 這個乳穿液已經用過 大家可以看到頭髮旁邊有一條坑 應該可以把眼鏡放進去 完成吃碗麵 這個效果出來也不錯 感覺輕身 不會因為整塊膠而看下去很類聚 很大塊 因為有金屬感 所以也像一副真的眼鏡 效果不錯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選擇不同的眼鏡形狀 又或者戴不戴 其實都容易放進去 但是要輕力一點 因為始終涉獲片都比較軟 其實是炸了一條馬尾 但是我這一隻就絕得比較實 但是拍攝影片我不特別搞 應該浸一陣熱水就會容易活動 感覺大概是這樣 好,眼鏡戴過了 不如換另一個表情 以及換了沒有坑的腰給大家看看 好,現在換了苦懷拋梭的樣子 以及換了拳頭 以及換了一條造型先缺的腰 那種情境應該是 被自己喜歡的男同學 不小心衝進來 看到她在脫裙 然後看什麼再看 這條腰 那條腰沒有坑之後 其實線條是比較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她的肚臍 甚至後面這些 有些肌肉的紋理也有做到 感覺也不錯 看看這個時候 穿裙會怎樣 會不會 很差 又 不是真的那麼差 因為她的腰瘦 反而這個情況之下 穿裙的效果沒有想像中差 是闊了少少 但是又不是真的十分之差 效果就是這樣 都是留一條PE褲出來 有情懷一點 正 那關節呢 今次就不會怎樣特別試 我反而想對比一下 跟沒有布裙的情況之下 那個可動域究竟有幾大分別 接下來我們就會用 Yohale 善此大人 就跟大家做一個示範 其實大家都看到她的裙子 本身都很短的 差不多動一動就看到底褲 那條裙子這麼短 應該會活動好一點 看看挑戰一下 擺不擺到這個姿勢 你沒有布裙的情況之下 這樣已經是極限 是不可能擺到一個 動起腳 坐得比較有寫真 的姿勢 就完全擺不到這些姿勢 在舊的世代 現在換了布裙 就可以輕易做到這些姿勢 雖然以前的Figma 這裏就開了一刀 活動範圍高一點 但始終不及布裙的裙子 效果這麼好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出 白折裙子有白色鑑 可以更換給水團的女生用 開心 很簡短地試了一些 可動 給大家看 這盒東西外面的空間 大約450元左右 定價是6,000日圓 6,742 4百多元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其實我最希望有競爭又有進步 Bandai 其實很多時候做的figure 不算太差 但是它很白癡 群永遠是硬膠 Figma 都叫軟膠 SHF 很多時候是用硬膠的白癡到爆炸 有競爭有進步的情形之下 希望Bandai 出的figure 又或者其他廠牌出的figure 都做一些漂亮的布衣 希望日後各大廠牌的1比12 又或者6吋左右的Action Figure 的可動會越來越好 玩家相對玩得開心 所以我的立場 我覺得我給多一點錢 我是不介意的 你可以做一隻figure 有布衣服的Version 一個是沒有布衣服的Version 這樣可以封劍尤人少少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是未來的趨勢 其實我自己都蠻希望是這樣 好 今集玩著它來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玩其他玩具 Bye Bye